1958年 毛澤東主要擔心軍隊一批將帥功高震主 危及他的最高權力 於是在軍隊發動反教條主義運動 1958年5至7月 北京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劉伯承、素裕、蕭克等一批高級將領 都因所謂教條主義問題受到嚴厲批判 隨後在中南海懷人堂召開的批判會上 劉伯承等人一個接一個的上去做檢討